元宇宙与伺服器都需要的板卡商机 这三家最大的板卡厂 你不可不知 哈喽大家好 我是益胜 欢迎收看每周五晚上十点整的益胜向前看 您的订阅与分享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那当各位呢 在观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 有些时候YouTube 他有可能会跳出类似这样的画面 那如果有看到的话 再麻烦各位观众朋友多多给我们支持 那让我们的频道可以给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针对了元宇宙这个主题 做了一集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从元宇宙的一个诞生 跟大家讲到了这个美国四大科技巨头 包括Meta 苹果 辉达 以及微软 他们对于元宇宙呢 都有自己的定义 那紧接着我们还跟大家提到 不管呢元宇宙未来是不是泡沫 最重要的是呢 即便他是泡沫在整个过后 那又能够为这市场留下什么 甚至呢谁又可以呢 从这个泡沫当中有机会生存下来 甚至呢掌握到重新洗牌过后的产业秩序 那这个才是重点 在整个台股当中 我们也帮大家介绍了两家 跟元宇宙相关的公司 分别是呢 这个元宇宙概念股的一个指标股 2498的宏达店 以及现阶段为苹果AR供应链之一的 这个3504的杨明光 当然啊 我们也有提到杨明光的竞争对手 就是3406的郁金光 这三家公司啊 至少目前真的有这个做出东西 出来的一个厂商 那要是呢 未来这个元宇宙的商业价值啊 真的起来 我想这三家公司也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 那特别是呢 在上一集的最后啊 我也跟大家提到 我个人对元宇宙的一些看法 那如果各位呢 还没有收看过的观众朋友 欢迎你点击右上方的资讯卡 那拉回来呢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跟大家讲的 也是跟元宇宙息息相关的一个族群 那就是板卡族群 那关于呢板卡这两个字啊 其实呢我们的团队在讨论的时候呢 也是困惑了很久 因为有人说板卡就是指显示卡 也有人说板卡就是指主机板 再加显示卡 可是呢也有人说板卡是主机板 加显示卡还要再加上一个音效卡的合称 所以啦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当中啊 你们有人对于板卡领域比较熟悉的话 欢迎你呢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那当然呢 那兼公司的板卡用来挖矿是比较厉害的 我想呢如果您知道的话 不妨也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那或许呢我会请小编把你的留言直接字顶 那为了方便啊我们在这边先暂定 所谓的板卡就是指主机板与显示卡的合称 那这个呢每当啊这个虚拟货币的价格啊 又创高的时候各位这段时间常常会看到新闻媒体上面 就会开始出现板卡厂的一个报导 而最近呢相当火热的这个元宇宙两大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基础 就是包括虚拟货币以及NFT 那用来挖矿的这个板卡厂当然也是元宇宙相关的一个受费族群 那更不用说元宇宙当然它是一个庞大的虚拟影像世界 所以在资料的一个运算与传输 以及3D的虚拟影像完整呈现的一个庞大需求下 我想对于主机板与显示卡的一个效能的要求 都是会更加高才对 那接下来大家看到这一张 有关于板卡厂的相关的一个表格中 今天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三家公司 包括3515的华琴 2357的华硕 以及2376的技嘉这三家公司 那我们之所以会先挑这三家公司来跟大家做分享 主要呢是因为这三间公司都是大厂 特别呢在现阶段普遍缺晶片的一个时代 我们相信大厂是比较容易拿到货源 首先呢我相信应该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啊 对于3515华琴公司是比较陌生的 其实它后面有一个富爸爸 2357的华硕 因为这个华硕它在2022年的5月 当时为了要把它的主机板的业务奔割出去 而成立了今天的这个3515的华琴 当时的华琴其实原本还是隶属于华硕的 但是因为后来来到2008年的时候 华硕为了要区分它的品牌与代工这两项业务 那么它就把品牌的部分留给自己来做发展 而把代工的部分留给4938的合硕 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华琴就隶属于合硕 所以呢其实华琴华硕以及合硕 其实他们是一家人 那我们来看到呢3515的华琴 它在今年上半年的营收的一个组成 各位可以看到它占比最高的业务 是主机板的业务 来到49个百分点将近占了它一半的营收 那再来则是赤服器业务占比15个百分点 至于工业电脑业务占比大约是6个百分点 那我们呢就先针对华琴这两项业务的表现 简单的做一个说明 首先呢这个华琴在主机板的表现啊 主要呢是可以看三点 包括华硕跟技嘉主机板的业务啊 主要也都是看这三点 首先呢这个Intel的CPU的处理器 能不能够顺利的供货 毕竟呢要是这个CPU都生产不出来 那要一个没有CPU的主机板 也没啥用嘛 那至于第二个要点呢就是 要看全球的桌上型电脑 跟笔电型的一个电脑的需求强不强 如果需求强劲 那就会带动整个主机板的一个出货量 最后一点就是虚拟货币的价格有没有创高 要是持续的一个创高甚至大涨 那当然就会带动挖矿的一个热潮 同时呢也就连带的带动整个板卡厂的一个获利 那关于这个华琴呢他还有一个需要比较特别留意的第四点 那就是要看呢在整个一个越南疫情的发展 因为华琴他有大概50个百分点的产能都是在越南代工 而目前市场上有一派比较悲观的法人的看法是认为 随着全球持续缓步的一个解封 再加上远距教学以及工作的需求将会越来越低啊 那也就是说呢 笔电与桌电的需求将会下降 所以连带的可能也会让华琴的一个主机板的业务相对的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说呢明年2022年的EPS市场呢预估是15.3元 但是呢另外一派比较乐观的看法则是认为 明年2022年的第一季 华琴的主机板业务反而呢会开始成长 主要呢就是因为 Intel与AMD这两家晶片大厂都要推出各自的新的平台 而且市场也看好 占华琴营收比重15个百分点的这个伺服器的业务 以及6个百分点的工业电脑的业务 它的一个表现 所以认为明年EPS有机会来到19.8元 而这中间啊差了4块多 这个差距非常的大 那至于益胜个人的看法则是认为 比较悲观的看法与比较乐观的看法 其实呢都有它各自的理由啦 那看起来也非常的合理 因为远距的需求降温这是事实嘛 新平台的推出会带动板卡的出货量 当然这也是事实啊 甚至也可以预期嘛 所以未来呢就看整个市场 是喜欢偏多解读还是偏空解读啦 不过有一点哦 医生在这边要提醒各位 不管是比较悲观的看法 还是比较乐观的看法 有一项业务是有高度不确定性的 那就是显示卡GPU的业务 为什么因为GPU的业务的表现呢 在很大的程度上 其实它是受到虚拟货币价格高低的影响 所以就算GPU对于某间公司的占比不高 但是当市场的风向开始吹起来的时候 通常都是没有在管那么多的啦 那华企呢因为它是比较晚才跨入这个显示卡的领域 所以呢我猜它营收的比重啊 目前占比应该还不是那么高 那未来如果显示卡的营收占比越来越高 我想它才会把显卡的业务单独的划分出来 那再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讲讲 就是华琴的一个大家讲 就是2357的华硕 当年呢把这个代工的业务 切给了合硕 自己呢是负责所谓品牌的业务 所以呢大家呢很常听到 这个华硕它的广告语对不对 华硕品质坚若磐石 当然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呢 喜欢把它的这个后面那句 坚若磐石改成另外一句啦 毕竟它是全球最大电脑主机版的制造商 同时它也生产笔记型电脑跟智慧型手机 并以自己的品牌华硕来销售产品 那根据华硕它在第三季的法硕所提供的资料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当中 它在PC的一个比重来到68个百分点 而零组件呢则是占了三成 智慧型手机占了两个百分点 当中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 华硕的电竞产品会是未来华硕主要成长的动力之一 因为华硕在今年第一季到第三季 它的一个电竞产品的营收比重来到40%到50% 那也进一步的推动它前三季的营收年增 来到32个百分点 以及EPS能够年增高达94个百分点 各位要知道 元宇宙呢要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啊 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虚拟影像需要做的逼真做的好看 那在这样的一个需求下呢 当然就会牵扯到所谓汇图卡的好坏 而华硕是全球第一大汇图卡的公司 它占了华硕营收大约20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当然也会是未来元宇宙发展下的一个受惠股之一啊 那市场上认为华硕呢 2021年的EPS有机会来到57元 而在明年2022年EPS呢 则是稍微下修到46元 那以上的资讯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最后一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板卡场 就是2376的技嘉 技嘉呢它是一家提供电脑用主机板 以及显示卡的公司 同时呢它也提供资料中心 运营商这伺服器相关的产品 它在今年第三季的营收比重啊 各位可以看到图表 它主机板占比大约三成 显示卡四成 伺服器则大约占了两成 那技嘉呢它需要专注的点 其实跟华琴跟华硕也差不多 像是呢 技嘉它当然在这个Intel跟AMD 明年新平台的加持下 可以带动它整个主机板的一个出货量 而另一方面 这个NVIDIA也跟技嘉有所关联 因为NVIDIA在明年2022年第一季 将推出新的产品 而这个呢预计将有助于支撑 技嘉显示卡的需求以及价格 至于呢在元宇宙相关的体材啊 华硕有大概 20个百分点左右的营收 是由汇图卡所贡献 那技嘉的营收当中 大约有3到4成是由汇图卡所受汇 同时呢这个汇图卡也是技嘉这家公司 第一大产品线 毛利率也是高于公司的平均 所以呢相对也会受汇到元宇宙中 对于虚拟影像高要求 那像技嘉未来的另外一股成长动能 就是占他营收2成的这个 伺服器的业务 因为呢技嘉伺服器产品 他所瞄准的 是属于中型规模 Tier 2的客户 而这些客户呢有包括来自于 军事国防与高速传输领域的客户 缺料缺贵的一个环节的一个情况下 技嘉预计今年伺服器的业务营收啊 可以年增来到5成左右 同时呢也会是他明年营收成长中主要的动能 那市场呢预估技嘉明年2022年的EPS 有机会来到14.5元也相当的高 那提供给各位呢做参考 那来到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样带大家来稍微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首先呢在元宇宙未来的一个发展下 就带动呢板卡厂的一个营运 也就是会带动主机板与显示卡的一个出货量 并且除了量以外 我想对于主机板与显示卡的规格 也都有进一步的一个升级的机会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支撑起元宇宙这个庞大的虚拟世界 那在台湾的板卡厂中 我们也列出了相关的一个公司及个股 其中我们今天先跟大家介绍的里头比较大间的三家公司 分别是3515的华琴 以及2357的华硕 还有2376的技嘉这三家公司 那最后我们则是跟大家提到 关于板卡厂它营运的表现 各位要特别关注的三个重点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收看 记得最后帮我们按下订阅分享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继续向前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